又是微樓和大家開箱 玩玩玩玩遊戲的環節 而妻環 應該背部有記得之前有的的影片 溢解這隻隻舊物 喀拿拿拿拿把這個疼 Account 我們來看看這個典型馬器會如何 這盒上一手買的應該 tough 這個盒子都很舊的,但在當年來說,地射還挺新的 裡面還有一份說明書,那我就不拿給大家看 首先配件方面有一把聖弓,2-4-6-8-8的手型和一堆卡 卡這個還未開,我也不打算開的 這隻是不同劍期的,因為這隻是沒有貼紙的,所以也不會有貼紙給 先來看看手型,讓我拉近一點給大家看看 手型就是這麼多 以前的SHF都很良心的,無論上色和造工都是 現在就真的越來越差了 以前都是全部配上手甲的,現在就 在Saber系列已經懶得一塊手甲換進去,所有手型 卡片方面,之前買家沒有開,我也不打算開給大家看 卡片的成色是OK的,大家看到的細節位是OK的 它不是純紙皮,是一種類似膠片的性質,材質的物體 我不打算開,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擔心它會弄不見 好,我們先看看這把繩弓 這把繩弓就可以屈的 它在劇中可以變成類似一把,我都不懂怎樣說 可以屈起它,反正就是 可以把腰帶這個紅心拆出來 這樣拆出來之後就變成這樣 這裡拆了,還有一個是類似的 可以裝回到這一塊那裏 類似的可以裝回到這裏,大概是這樣套進去 因為在劇中,卡里斯用這把繩弓是要拆掉自己的腰帶 即是直接裝回到這裏 它玩具很難做出來,它就唯有是拆掉腰帶來裝進去 這一點有點假的 但當年來講,還原也是到位 看到透明件,拆掉了我就不裝回到這裏 整隻東西,總體上我覺得是腰偏瘦 我拉回來一點點給大家看 先來看看頭部,主體 左右那一棟,是OK的 手平舉都OK,不會是一件甲 妨礙了,這隻現在炒得很貴 二手都可能要四五百元,我估計 之前我和大家介紹劍的時候 我都介紹過,我有一個大包打包回來的 所以這隻呢,計算在我八七元裡面 就有所有東西了 那這裏呢,就可以拉開 當然卡放不下去了 純粹是有,等於好過沒有 就腳腳動 那我這隻有一點點問題就是這裏 不知為何好像有一點回彈 這邊看看,這邊不可以 都好像是 應該是造型問題 不是中獎問題 腳腳動 那這隻卡里斯我覺得真的很帥 我其實很想他出 那個叫什麼 真骨丟的 希望他快點輪到他 但是應該都 目前應該不會排到他 目前也是排到快士 那我這條腰也是有點鬆的 但是呢 這個應該不是中獎 應該是構造問題 因為我之前都和大家介紹過 我就算開一隻全新的風雷 還是 不知道好像是阿拉法 之類 都有這個問題 那整體基本上就是這樣 那腳是球形 那這裏是做開斷層關節 就不是黏實的 那這一種設計呢 好處就是在於提高了可動 但是不好處就是 好處就是 好處就是 大家聽不見 好處就是一些索索聲 那換手方面 那這隻卡里斯 其實最重點 我先換手給大家看 這隻手就是這樣拔球形的 就直接可以裝回 裝回手 就是這樣 那這隻卡里斯 我個人覺得 最大的一個自命傷 要注意 就是這隻角 超容易 一跌就崩 那我們來看看 細節位 整隻東西 用了一種磨砂黑 亮光銀 還有一種 這種應該是亮紅色 那隻眼是覆眼 現在就算看得很漂亮 它其實漂亮就漂亮 不過是SIC這隻的 但是SIC這隻 有致命傷 就是關節 會 時間久了會爆 那 SIC其實這條link 已經死了 它萬代都主力出光 在SHF 那 卡里斯這隻 是值得追的 我個人覺得值得追 那當然是要前提好價 如果你炒價 兩三千元 這樣的話 就沒必要追 這隻 大概就是這樣 卡里斯 那整隻都沒什麼 上色 走友出界的問題 那 目前 劍系列呢 還有一隻尼高 我是未 即是說 有空拍的 那 還差一隻隔連 就齊了 那 希望之後也會進入隔連 戰損隔連 還有劍 還有 兩隻J型態的隔連 還有劍 然後還有劍 我就基本上齊了 那 基本上 就 計劃 希望慢慢補完 但是這些事情 急一急不來 那我們下期的視頻再見 今期就玩到這裏了 拜拜